黄亚丽晒夫妻合影庆祝相爱17年对老公撒娇所稳,依然甜蜜如热恋。 今年7月,黄亚丽做客向往的生活,在闲聊中透露自己其实已经领证结婚了,而且是和自己相恋了16年的初恋,期间两人异地恋13年很辛苦,但好在距离没有将他们打败,反而更加相爱。 这样的神仙爱情惹来不少网友的羡慕。 11月11日光棍节凌晨,黄亚丽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和男友的同矿照,复文数字17,外加一个爱心图案,很显然这是在庆祝两人相爱17年。 看得出来,黄亚丽和老公黄浩有着很多的共同爱好,他们都爱音乐爱画画,也都喜欢和享受采菊东篱下的闲事生活,还都非常爱旅行。 在这个小号上,经常能看到两人打卡各种旅游圣地的照片。 第一张和影中夫妻俩坐在湖边,面向不同的方向,黄亚丽挽着王浩小鸟一人,对着镜头笑容温婉。 王浩穿着打扮随性舒适,而黄亚丽的穿搭看起来潮流时尚,戴着墨镜,模样很是俏皮。 另一张照片立马从夏日炎炎变成了冰天雪地,两人都穿着羽绒服,站在雪地中十分有意境。 王浩双手捧着老婆的脸颊,为她带来温暖,而黄亚丽却在嘟着嘴囚轻轻,画风搞笑的同时也很甜。 在一起十几年的时间,两人居然还像热恋的情侣一般轻轻握握,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爱情保鲜密集哦。 另一张照片,两人站在湖边对着即将降临的夜幕挥着手,充满艺术气息。 而且两人还是双手紧牵,身高差也非常养眼,即便是只有背影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。 十七年只爱着同一个人,可见黄亚丽和王浩都是非常专义和长情的人。 王浩是湖南卫视大型活动的导演,非常出色,但是十七年前估计也是个无名小卒。 而十七年前的黄亚丽在做什么呢? 她正在参加超级女生,而且当时的她才只有十五六岁,还没有成年,就已经和王浩好上了。 黄亚丽是新人,王浩一定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优秀的。 所以他们的结合不会掺杂太多的利益,在一起单纯只是因为爱。 两人的爱朝向极了世外桃园,家里装修得十分温馨,还腾出了后花园可以下地亲自栽种蔬果。 黄亚丽曾说,能在家里唱歌,画画和做饭就很知足了。 黄亚丽其实一直在小号上没少秀恩爱,两人简直配一脸。 如今黄亚丽都已经三十二岁了,是时候把生儿育女提上日程了。 三十二岁了。 三十三岁了,明天而言。 三十九五岁了。 三十二岁了,明天而言。 两十二岁半两岁给你做饭,两岁半七岁离都已经和一个大陆平了。 三十二岁了,明天而言。 三十二岁的无百一岁。